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早上好 我相信今天的主题 我每个人都很想问 为什么这个世界有坏事会发生 各位 这个世界是一直被坏事触动的 我们有时候早上一起来看新闻的时候 各位 被什么新闻吸引 有谁有谁拿奖 没有什么兴趣 有人行善 没有什么兴趣 但是各位 有一听到 有一些很不幸的事情 坏事 人看来糟糕的事 地震 滋纳密 飞机失事 或者现在病毒死了多少人 多少人 各位有没有发现 有这些新闻马上会触动你的心 我们人一般 甜甜的生活当中 其实我们发生很多的好事 所谓的好事 比如说吃 喝 生活 穿的都丰富 家庭也相对来讲幸福 但是这些事情我们这样过就算了 没有多去想 但是如果这个礼拜 有单单一件坏事发生在你们身上 比如说工作的时候跟同事吵架 家里跟配偶吵架 或者遇到一个无礼的人 你一整天完蛋了 被那件事情来影响 甚至整个礼拜可能会埋怨那件事情 各位有没有发现 所以我们人都被坏事触动 我们人就是有一个倾向 会去想 为什么有这样的坏事 谁带来这样的坏事 有疾病的时候 我们就会问 为什么有这个疾病 别人都没有这样的事 孩子不听劝的时候 为什么我的孩子这样 别人的孩子都没有这样 各位我们就被触动 其实我每次跟师母说的事 我们照顾孩子 我们说有些孩子比较早熟 他们生在比较不幸福的家庭 的确我们有时候也 做牧养工作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 人有时候遇到坏事 常常有不好的事 在身上发生的时候 他就成熟起来 他比较懂想 各位有没有发现 他就慢慢了解人生 了解人事 然后知道很多的情况 是无可奈何的 那他就慢慢有一点成熟起来 但是各位一定要知道 因为我们人生来是不认识神 不认识神的真理的 所以我们在坏事 或者苦难当中 我们所领悟的都是凭着自己的感悟 或者理智去理解的 可能我们经过一些不幸的事 或者不好的事的时候 之后我们就说 从今以后我要学聪明一点 我要怎么做 有病的人就说 从今以后我要好好照顾身体 我要把握我的时光 还是什么 有些人被人骗了 骗了一下 从今以后 我不要这么容易相信人 各位有没有 所以 真的我们就发现 那个坏事就是激发我们这样去想 但是我就发现 我们人遇到坏事的时候 我们的处理法是什么 我们的处理法 是不要留在原点 所以我们遇到坏事的时候 大多数的人都是会去想 How 怎么办 怎么办 How How to move forward 或者我们会去想 What 怎样 What to do now 对不对 我们不要留在原点 过去的就忘记了 前辈片就忘记了 不要去管它 还是什么 我们就往前走 对不对 我们就这样说 但是 我们忘了解决一个 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我们忘了问 Why 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们人很少问Why 但是其实 我们心里面 人的心里面 自动会问 Why 为什么那件事发生 为什么这个坏事要发生 各位有没有发现 Why 我们会问的 但是为什么 大多数的人 不陶醉在 或者沉浸在这样的问题 因为他们觉得 问了也没有用 问了没有用 你去问这个病毒 为什么发生的 你去问习近平 你去问武汉那边的人 为什么要发生的 问来问去 没有用 我们就问 How 现在我们怎么 发明这个疫苗 我们走下去 我们怎样生活 就是了 对不对 但是各位你知道吗 我们人是这样的 我们人是人性里面 我们不能单单满足于 怎样 How 我们一定要问Why 我们要问出一个 所以为然 不然呢 我们的心中不能释坏 各位有没有发现 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们一直要问 为什么 为什么 只是我们一直得不到答案 我们不问 但是我跟你们说 我们基督徒 我们基督徒 因为我们是认识神的 我们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掌控里面 我主日刚刚说什么 神的守护 The providence of God 我们这个宇宙世界 一切的一切 每一分 每一秒 每一件事情 都是这个全能的上帝 全善的上帝 他在掌管 对不对 国家的事情 社会的事情 我家里的事情 甚至我个人的事情 没有一件事情 外出 他的带领 他的掌管 那你认识这个真理之后呢 你不能不问why 对不对 我们不能就 how ok 怎么走 但是呢 why God 为什么要这样的事发生 对不对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信徒呢 是很正直的信徒 我们对信仰是很真实 很正直的 我们知道有一位 全能全善的上帝 他是我们的上帝的时候呢 我们不得不要问 why 为什么 这个 那么在这个为什么里面呢 通常坏事来的时候呢 我们会问两个为什么 两个 第一个为什么就是 当坏事来的时候 我们问 主啊 为什么 坏事会发生在 好人的身上 各位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有没有问过 我以前小时候呢 我的爸爸 曾经带我去医院 看一个叔叔 这个叔叔 我当然 不是很认识 但是我知道 他是我父亲的同事 那跟我父亲 有来往的话 我就心里面 当然就觉得 就是一个好叔叔了 那 这个叔叔呢 就得了癌症 然后 几年之后就过世了 那我在医院 看他的时候 他很辛苦的那个样子 所以我就动了我的compassion 我的慈心 我就想 哎呀 就不敬的会问 为什么 这样的事 不幸的事 要发生在一个好的叔叔身上 各位有没有这样的心 有这样想 所以我们人 每次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看到 有一些不好的事 比如说飞机失事的时候 我们想 哎呀 看报纸 飞机里面 当然可能有坏人也有了 但是呢 也有好的人 有慈善家 有什么公司的CEO 有什么运动家 最近那个Coby Bryant 不是坐那个Helicopter 对不对 他就 创了 他跟他的孩子就死了 那个 那个篮球选手 有些这样的事情来的时候 我们就不禁会问 哎呀 啥样啥样 就是为什么 这个坏事要发生在好人的身上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有道德性的人 道德性的意思 就是我们人有这种好坏观念 对不对 所以当坏事来 灾难来的时候 为什么要发生在好人身上 尤其是当我们对神有观念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问这个问题 对不对 这个是第一个为什么 然后第二个为什么 你们常问的是什么 为什么这坏事 要发生在我的身上 尤其是那个坏事 在我的身上发生的时候 我们都会 我们人是个人性的 我们都很personal 我们自己能够感受到那个痛的时候 我们都这样问 我记得就十多年前 我的母亲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她就在淋巴这个地方 种了一个流 这个良性的流 那时候我也差不多二十多岁 还算是年轻吧 但是母亲就忽然间 一直在那个问题里面走不出的时候 有一天她就说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这样的事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一来都吃得健康 为什么这样的事发生在我的身上 对不对 当然我们人活到五六十岁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人有疾病 人有绝症 有什么 但是那个还是在远处的问题 但是那个问题一临到我的身上的时候 为什么在我的身上 尤其是如果我今天是重生信主的人 为什么坏事在我的身上发生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来回答这两个问题好不好 为什么坏事发生在好人的身上 另外一个是 为什么坏事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问各位 各位先想知道哪一个答案 我们先回答第二个答案 因为我们人都是比较个人性的 我的身上最重要 我每次都这样想 我们先回答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坏事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们才去想 为什么坏事会发生在好人身上 我们一起看《创世纪》第五十章 《创世纪》第五十章 我们看 主日的时候我也讲过这篇 用过这篇经文 这个是约瑟的故事 我们都很清楚知道 最后他的哥哥们 害过他的全部 复复在他的面前 我是你的仆人 求你饶恕 我们一生做你的奴仆 不要因为以前的我们的过错 现在对我们怀恨 对不对 但是约瑟怎么回答 你们再看 约瑟什么说 十九节约瑟对他们说 不要害怕 我岂能代替神呢 这都是神在带领 从前你们的意识是要害我 你在我身上做了坏事 对不对 但神的意识原是好的 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 成就今日的光景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来思想这句话好不好 我们问 为什么坏事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们先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今天我们是蒙恩蒙爱 得救的人 我们问 为什么发生在我的身上 各位我们先来想 什么是坏事 你遇到的坏事 真的是坏事吗 各位你看约瑟遇到的坏事 真的是坏事吗 好像表面看起来似的 他被他的哥哥们陷害 做奴仆 做劳 做囚犯 短暂来讲看似坏事了 但是原来隐藏着上帝 伟大的祝福 为了什么 成就 什么 今日的光景 各位这句话 今日的光景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说哪里有好事 都是坏事 你还没有走到最后 各位有没有发现 你走到最后吗 可能你在 一个看起来是坏事的 一个过程当中 可能你现在 你担心你的孩子 现在真的不听话 但是你还没有做完 他还没有长大 你现在担心你的健康 为什么 因为你 看了医生 报告检验不好 对不对 但是各位 你不知道的 你的这个健康 你的这个身体的疾病的问题 这个是定局吗 五年后 十年后 会怎样 你还不知道 对不对 但是你只有感觉得到的是 现在的痛 不舒服 很多的地方 所以当然有痛 有不舒服的时候 人都觉得坏事 但是 你一定要从约瑟的故事看 当他走完之后 都清楚了 要成就 今天伟大的事情 所以 我昨日说过 我们信徒遇到的所有的事情 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 都是必然的 也终究必然的好事 当你走到最后的时候 你会看到 神的信誓 神的慈爱 神透过你所经过的患难 成就伟大的事 刚才我们立文长老娘 在这边领事的时候 我就 我每次 我就记得他 我每次跟他说 因为我从小就认识他 我知道他一路走来不容易 父母亲也离婚 包括他四个兄弟姐妹 哥哥也有吸毒 这些曾经在监狱里面 静静处处这样的过程 爸爸妈妈也是 都是得到癌症 就是离开 大哥有精神病 很多很多的问题 但是我每次跟他说 但是你看 你家庭里面有的 很多人没有 全家都得救 父母亲也是得救之后离开的 你们全家人 四个兄弟姐妹 有三个是全职服侍主 立文全职服侍主 他的姐姐也是教会里面的一个干事 二哥是教会的传道 对不对 所以他们都在不同教会 就这样全职服侍主 喝等大的祝福跟荣耀 对不对 甚至他们还没有走完 但是从他们经过的很多的患难里面 这二十年三十年 但是他现在四十岁 四十年里面 你看 其实我们都会知道 为了要成就今天的事 所以从人很短暂的一些时光经历里面 你都会能够看得到 所以不但是圣经讲 蒙主所爱的人讲 但是我们的问题是 只有沉浸在现在的坏事 被现在的感受欺骗了 被现在眼前所见的欺骗了 各位看到吗 所以你对坏事的了解 是什么 其实都是 你没有发现 原来是隐藏着的好事 那么各位 我们现在问 那好事 那牧师你现在讲 那坏事变成好事的 那耶稣现在说 成就今天的事 今天的好事 对不对 比如 那好事是什么 你们看 好事是什么 他说什么 好事是 怎样 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 各位 很多人就误解 好事是什么 好事是 我自己得解脱就好 我自己的问题解决就好 我开心就好 我有钱就好 我自由自在就好 我不再有担忧就好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所认为的好事 是只有这样的好事 怪不得你遇不到好事 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 因为约瑟所经历的是什么 他这十三年的痛苦里面 但是拯救了他全家族 所以以色列 其实来讲 被他保存了 对不对 然后还有什么 那个时代 大饥荒的时候 拯救了这么多人 所以各位 你怎么能够把好事 只有限制在你自己的感受 你自己情况好就好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了解吗 所以我们这一生 也要重新了解 什么叫好事 重生信主之后 What is good things 你没有问过这个东西 Good things 不是你得就好 有时候你失去有一些东西 你得到人的灵魂 你失去有一些的自尊心 但是没有关系 得到另外人的爱 所以各位 你一定明白 要拯救多人 我们经过的病痛也好 我们养育儿女的辛苦也好 婚姻的问题也好 其实能够安慰 帮助 辅导 许多许多许多的人 各位记得 要保全许多的性命 所以绝对不是自己得益 出错而已 然后我们就问 那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坏事 能够变成好事呢 明明是约瑟的哥哥们 他们的过错 他们陷害约瑟 这的确是他们的恶毒 毒害 他们的过错 那怎么能够把坏的变好呢 需要什么 你要把坏的东西变好的 比如说这个地上 有很多有邪恶的人 欺骗人的人 很多这样的人 或者也叫我们遇到一些伤害 也伤害我们的人 但是怎么能够把这个 的确人的恶能够转为好呢 必定要有什么 有上帝 对不对 因为只有全能全善的上帝 能够把这个世界 一切邪恶的 甚至灾祸 人最怕的意外 这些东西 转为福 转为好事 阿们 所以因为上帝在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说 所以今天 你无论遇到 怎样的情况 很辛苦的情况 很难过的情况 很不幸的情况 亲爱的弟兄姐妹 只有你现在 顺服神 顺服 祂吩咐你的 顺服祂指教你的 顺服祂 我们做妻子的 如果丈夫 现在对你 没有爱心 或者很多不理解你的感受 你因为顺服神 你学习爱祂 帮助祂 对不对 当然你的心是有伤害 但是选择爱 选择顺服祂 然后感化祂 你现在有 身体不舒服 对不对 没有关系 就是好像保罗带着一根刺 用这个身体的刺 来经历 祂更大的恩典 祂完全的能力 然后也常常安慰 有病痛的人 你身上发生的事情 绝对有神的美意 神不会叫你 白白承受一个痛苦 一定是跟你一生 你要完成使命 你怎么跟从主 你就祝福神的子民 有关系的事情 你们知道吗 神没有白白给你受 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 受这个问题 没有这个可能 一定是全世界里面 有很多神的子民 也受那个问题 所以神在这个地方 放着一点点的 有一些挑战在你的生命 让你能够感触得到 在你在那个方面 能够多得爱心 多得智慧 有没有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了解吗 所以我跟你们说 为什么我们有些人 有些基督说 不是你讲得这样好 我总是没有看到 坏事变好事 坏事还是坏事 五年了 十年了 还是坏事 为什么 很简单来讲 因为你一直在哀恨 埋怨 神教你现在顺服的 你们顺服 有一些弟兄讲 牧师 上帝没有给我预备女朋友 每个人都结婚了 我没有女朋友 那么好事 别人孩子都好 我的孩子就教不听的 那么好事 五年十年都这样了 没有孩子 那我问你 那你现在有没有顺服神 神教你怎么教这个孩子 就是这样了 不要管他了 他这样就这样了 所以你看 你一直没有看到转机点 你没有自己会去思想 为人父母要这样 因为单身的问题 我就跟有一个弟兄 说你这个单身的问题 我说你现在 如果神没有为你预备一个伴侣 你把你的时间花在 你好好的服侍上帝 好好的花时间 行使在你的工作 振作起来 做一个稳重 给人有一个安全感的男人 对不对 然后之后 你不知道的 神几时为你预备 你们明白吗 有些时候 我们一直等着一个结果 但是现在 上帝在跟你同行 你跟着上帝做 上帝教你怎么做 你怎么做 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天你没有想到 很奇妙的事就发生 对不对 或者你看回去 那个苦难已经不是苦难了 那个坏事 你早就为那个坏事感恩了 对不对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们的问题 虽然我刚才说 什么是坏事 也还没有搞清楚 原来终极的结果是好的 万事不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出 对不对 然后第二 什么是好事 好事也不是 你自己舒服 自己爽就好 对不对 自己没问题就好 但是旁边的人 全部倒闭了 不能的 你一定要帮助你旁边的人 拯救他们的灵魂 对不对 所以这个神 你有没有最后完成这个去建筑 这个才是真正的好事 然后你怎么能够 把坏事变成好事呢 一定有神 神在前面带领 你要跟从他 那就是这么简单了 所以基督徒不要再说 为什么坏事发生在我的身上 你们了解吗 抓得到 所以第一一个问题是 解决我们的痛楚 个人的痛楚 那现在我们来问 客观的问 那为什么有时候看到 有些坏事发生在好人的身上 各位我们相信 我们在这个世界 往往会看见 非基督徒很多很喜欢问 我们这个问题 你看如果有上帝的话 这个世界这么多好人 就是无辜死掉 还是什么 飞机失事 地震死了 你上帝在哪里 你上帝没有能力救他们 那如果有能力救 没有救 你的上帝肯定不是上帝 不是好的上帝 对不对 所以很多非基督徒 很喜欢挑战我们基督信仰 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也给各位 有一个很重要的解答 我们一起看 以赛亚书好不好 我们以赛亚书53章 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经文 53章第6节 第6节这里说 我们都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几路 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 都归在他身上 所以是他 我们求耶稣基督了 对不对 都归在他身上 他被欺压 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 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 无辜的一个羊 就是被宰杀 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 无声 一个声音都没有 一个埋怨都没有 对不对 任由人宰杀 他也是这样 不开口 各位弟兄姐妹 当你说 为什么坏事发生在好人的身上 我第一个要问你的话是 谁是好人 你是好人 我是好人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身上所得的 是应得的 如果神要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罪状 来真实地以祂的公义对待我们 我们现在就是永远的地狱了 连现在坐在这个地方都不可能 你们知道吗 所以当人家问 这个世界为什么 坏事发生在好人是什么 你问谁是好人 是不是那个大法官是好人 还是什么 还是我们的总理是好人 都是罪人 都是偏行嫉妒的 那么 有一个神学家 他这么说 他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话 很经典 他说如果有人问 为什么坏事发生在好人的身上 他说整个人类历史里面 只有一次这样发生 只有一次 那个真正的好人 他遭受了最糟糕 最严重的坏事 是谁 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 他一件坏事都没有做过 他是承受了 你我所有人的罪状的那个刑罚 全部压在他的身上 所以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一句话都没有讲 因为他是要为我们担当那个罪的 他不能为自己辩护 所以那时候 神父神把一切他的愤怒 对罪的愤怒 就加在他的身上 天父上帝看他的时候 是有罪的 因为他的缘故 现在他的义临到信他的人 而看我们这有罪的人 是无罪的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你没有资格说 为什么坏事发生在好人的身上 当你有坏事临到的时候 这个世界无论哪一个人 你只能说 我们都愿主连绵我们 我们也只能把我们的信心 放在那个拯救我们的上帝 因为他是唯一的救助 他也是唯一那个好的人承受最糟糕的事情 为了拯救我们 愿主 愿主真的感动我们 也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清清楚楚的 明白 为什么 坏事来的时候 为什么 清楚了之后 我们心里有数 能够全心全意的更充足 我们一起祷告 主 我们感谢你今天 你用这短短的信息 来勉励我们 让我们知道 我们全善 全能的上帝 你是最伟大的 你为人类预备 那伟大的救恩 但是主 在这个救恩的背后 我们的主 你付上一切的代价 所以主 今天叫我们定睛仰望你 尤其是在苦难或者坏事 看起来不幸的事 在我们身上发生的时候 主 让我们 不要尽到哀恨的光景 反而知道 主啊 这一切的一切 你已经担当了 而且主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 都是互相效力 叫我们得益处的 叫我们带着确信 依靠你 主 你得到一切的荣耀 我们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